起床了朋友们 这边还是挺冷的 这些都结冰了 太阳冷板上面 结了好多冰 我们现在的地方是在新疆 我也不知道到哪里了 反正再往前面走 就到夜城了 我们是昨天晚上从山上那一条路下来的 旁边这一条路就是219 新章线吧好像是 快到夜城了 这边海拔就低了 下去了外面好冷 但是再冷呢 这上面车顶都结冰了 但是这边海拔特别低 海拔有给朋友们看一看 2600多的海拔 这是我们这 一个月以来海拔最低的一次了 平常特别是从拉萨出来日卡泽这边 新章线这边 基本上平均海拔4000多到5000 有的时候晚上注册点5000多 这玩意2600 感觉出气都要顺畅一点 真是太爽了 还有就是到了海拔低的地方有哪一点好 这车上的柴卵 车上的柴卵 你们听到柴油声没有 哒哒哒哒的 他一到了海拔低的地方 他就能工作了 他就不缺氧了 在海拔高的时候 冷得瑟瑟发抖的时候 这玩意 海拔高了缺氧 他开不起 到了这里 他开起一点毛病没有 这样车里面就暖和了 多少度 17度多 这多爽啊 那外面再冷 有这玩意开着 这柴卵开上来 你看咱家小咖啡的睡姿 肚子都朝上了 今天不冷了 是不 平常的话就 就松在他这个窝的一个角落里面 松成一坨 这睡着多舒服 比在高原上面 又暖和 初期又顺畅 对不 多睡会儿吧 今天早上就 仰之八擦的这样给你睡着 哎呀 你看你这一生 你到了夜城还是看到哪个城市 去给你剪剪毛 这么深了 这段时间也没有洗 哎呀哎呀哎呀 小样 睡会儿别在 这暖和 高兴完了 我在这里发视频 茶都喝了几服了 喝饱了 这太阳都晒进来 这中午了 我在锻炼 在整件短袖来穿起 这里面好暖和有点热 这确实 哎呀 好久都没有柴卵开不起了 这柴卵开起了 舒服 舒坦 真的 真的舒服 说实话了 这睡到中午都还不想起 你说舒不舒服 真的起的了也差不多了 你看 这太阳都晒起来 可能车顶上面的冰都晒化了 应该 早上我起来车顶上全是冰在太阳上面 再睡会儿吧 还要睡 睡吧 反正我视频还没发完 这里心会儿不好 还有一百公里 我们就到夜城了 多少时间了 十一点了 马上十一点半都过了 就黑门睡得太久了 给你睡到中午才起来 吃不小咖啡 不然我们都到夜城了 吃新疆的美食了 新疆这边特别多的美食 你知道不小咖啡的 可以看着我们吃 把他气死了 走了 哎呀好大的太阳啊 现在 这个天还是依旧的蓝 但是好像没有白云呢 也不错 Let's go 久违的绿色 终于看见树了 不是无人区那种光秃秃的 嘿嘿 现在看着树 特别特别的亲切 这旁边好多的喜羊羊 这车有点脏 全是喜羊羊 感觉新疆的羊子串在向我招手 这个羊和我们在西藏那边高原上看见的羊不一样 这个羊的那个屁股要肥一点 那后面有两坨 特别大两坨 高原上的好像没有高原上的要瘦一点啊 瘦一点那个脚特别特别的长高原上面的这下面的看着就嫩 好多骆驼这里 骆驼还是陀螺 骆驼 哈喽 他在看你 嗨 过来耍耍吧 走过来走过来了 真的过来了 咖啡别叫 别叫嘛别人一叫把你脑袋给你吹爆 前面走一点前面还有很多 看别人看你像看怪物一样 你看他也像看怪物一样 好瘦哦 这才开春这些才有草 走那咱拜拜 哦有这个毛 怎么有些没有驼风啊 哈喽 拜拜 这个也在看 全都在看我们 哈哈哈哈 就在这里叫叫叫叫叫叫 你看你这造型 那个陀螺差不多 这一段过来都没给他洗过澡 骆驼 这一个造型 马上就要到了 叶城还有65公里 这些地方都已经有村庄了 有卖东西的了 小咖啡 我们一会就要去吃新疆大腰子咯 准备好咯 准备好咯 哈哈哈哈 天亮和小咖啡说走完 哈哈哈哈 对 对